7月13日 陈雨昕和全红缠 这对备受瞩目的跳台双子星亮相巴黎奥运会 在女子双人十米跳台决赛上 他们以完美的配合在线水花消失数 拿到359.10分的高分 为中国跳水梦之队赢得本届奥运会的第三枚金牌 而这也是中国代表团 在本届奥运会上获得的第七枚金牌 这是陈雨昕第二次站上奥运比赛的跳台 三年前的东京奥运会上 陈雨昕搭档张佳琪 为中国队夺得女子双人十米跳台的金牌 此番在巴黎 陈雨昕再次联手全红缠出战 赛前他们就已经成为了该项目夺冠热门 要知道 这对组合自搭档以来 正式比赛中从未让冠军旁落 跳水女皇高敏在决赛前也发视频说道 他们只要跳出平时训练水平的70% 冠军就是稳的 稳是陈雨昕近期的关键词之一 在巴黎奥运周期 扛过发育冠的陈雨昕越来越沉稳 在跳水市锦赛上 陈雨昕击败全红缠夺冠 在跳水世界杯上 陈雨昕同样击败全红缠夺冠 至此 陈雨昕距离大满贯 只差一块奥运会单人项目的金牌 陈雨昕此前接受采访时说 我的优势是比较稳 但也不能说特别稳 因为跳水是一个存在 比较大变化因素的项目 我只能算在众多女运动员里面 比较稳的一个 东京奥运会上全红缠一名惊人 在自己的首次奥运会征程中 拿下女子单人十米台金牌 陈雨昕则搭档张家琪 夺得女双十米台冠军 巴黎奥运会周期 陈雨昕和全红缠 成为了中国女子跳台项目上的 双子星组合 配队组成双人搭档后 两人更是一直保持着 在国际赛场的统治级表现 从2022年4月20日 在队内测试赛中首次亮相 再到世锦赛 世界杯等各项世界级大赛中 两人不断联手包揽双人十米台冠军 同时也将单人十米台的金银牌 牢牢掌握在手中 由此 女子十米台成为了中国跳水队 展望巴黎奥运会最稳当的项目 每当出战国际赛时 两人总能与身后的对手 拉开断层式的差距 屡屡在赛场上演水花消失数 更是不断引来观众的赞叹 实际上 从东京到巴黎的三年周期里 这对金牌搭档遭遇不小的挑战 如何在体重和身高不断增长的情况下 依然保持动作的自如与高质量 是摆在许多选手面前的障碍 对于全红禅和陈雨昕来说 自然也不例外 2021年年底 奥运五金王陈若林 成为全红禅的主管教练 此前就有过跨与发育观经验的前辈 开始了对于新生代小将的细心指导 除了生理的改变 心理的指引 同样重要 陈若林坦言 全红禅身高长了7厘米 体重加了6公斤 发育后就像身上绑着一副沙袋去跳 这完全是不一样的 还有就是心理的变化 从默默无闻到奥运冠军 所有人都在夸他 捧他 他会觉得自己无敌了 我就经历过这样的时期 走了很多弯路 所以想让他少走一些 在年龄和身体的增长中保持顶尖水平 全红禅也表示 的确不易 体重和身高变化挺大的 训练水平有点下降 需要在训练中去克服 在陈若林看来 是天才也要后天努力 不然就是昙花一现 全红禅说 如果我动作没做好 陈教练他会生气 但也会细心教导 我哪里出了问题 东京奥运会后 全红禅的207C 向后翻腾三周半报夕 很不稳定 过去是台上恨不得翻两周 现在身高体重上去了 翻得不顺 预赛跳得好 决赛跳不好 陈若林说道 每天全红禅都在为207 受折磨 不只是他 我也在受折磨 不知道为什么 每次比完赛 他的207都得从头再来 从3分 4分 跳到10分 再从3分 4分 跳到10分 陈雨昕也经历了 同样的挑战 随着年龄上去 用原来的体能 肯定不可能再保持 原来的技术水平 所以 一定要练更多的体能 才能去维持自己原来的技术 在团队的科学计划下 两位小将都坚持遵从着 严格的饮食控制和强度更高的体能训练 即便已经是国际赛场上 对手难以追赶的存在 这对双子星的日常训练 依然一丝不苟 而这样多年如一日的坚持和自律 正是他们能够持续统治这个项目的原因 有一段时间 全红禅想放弃了 陈若林则晚上还在想 弟子哪里技术出了问题 想到睡不着觉 卡塔尔世锦赛全红禅拿了冠军 207C跳得很好 但西安的世界杯总决赛 207C又失误了 全红禅说 以前每次跳两组都会紧张 想要跳好 脑子里想了就往下跳 现在跳207C 上台已经没有那么恐惧的感觉了 全红禅哥哥全静华则鼓励妹妹 这是成长的过程 总要自己去体会 这个周期里 全红禅和陈雨昕之间 也越来越熟悉和默契 全红禅性格外向活泼开朗 是对礼的开心果 经常在跳板上 自己假装拿个话筒唱歌 但安静一些的陈雨昕姐姐 却是她的榜样 陈雨昕一直利用空余时间自学英语 她说 学好了将来总归有用的 跟练跳水一样 陈雨昕在世界杯 蒙特利尔站用英语接受采访 一旁的全红禅很羡慕 原来最怕学习的她 也开始上网课 福岡世锦赛 两人重点练习了不太稳定的207C 全红禅决赛第二跳407C15 最后陈雨昕夺得冠军 赢得世锦赛三连冠 两人赛后花式互夸 好 长得好看 跳得好看 赛后一起玩一起乐 全红禅的情绪没有受到影响 陈雨昕的主管教练 于晓玲透露 陈雨昕非常聪明 是个用脑子训练的运动员 她只是暗暗给自己压力 卡塔尔世锦赛没未免 她把比赛过程再想了一遍 这对她未来有好处 再度携手征战巴黎 全红禅说 第一次参加奥运会还不太懂 在巴黎要把国旗升得最高 像教练陈若霖那样在奥运会未免 陈雨昕也希望能赢得冠军 与全红禅妹妹一起站上最高领奖台 今天的10米 女子双人跳台决赛 从第一跳开始 陈雨昕和全红禅就处于领先 第四轮难度系数3.2的407C跳完 两人获得85.44的高分 总分已甩开对手30多分 最终 两人获得359.10的总分 以绝对优势实现该项目未免 除了赛场上稳定发挥 场下的陈雨昕 也常常表现出超越年龄的沉稳 在巴黎奥运会前的一次采访中 陈雨昕和全红禅两人出镜 回答提问时 全红禅时而露出活泼搞笑的一面 旁边的陈雨昕 只比全红禅大两岁 却总是给人以沉稳和成熟的印象 当陈雨昕说到放假最想做的事情 是睡懒觉时 全红禅立马变成大人口吻 开玩笑地说 这孩子可爱睡觉了 旁边的陈雨昕则腼腆地笑了笑 陈雨昕说自己以前刚进队的时候 所有人都比她大 所有人都是哥哥姐姐 到现在 有小朋友进队叫我姐姐的时候 那一瞬间觉得有了反差 说完这句话 旁边的全红禅立马露出笑容说 我也叫你姐姐 在与全红禅的配合中 18岁的陈雨昕也主动担其姐姐的责任 在巴黎奥运会赛前 她接受中心网的采访时表示 自己双人比赛经验更多 年纪更大 所以要调整好心态 起好带头作用 在此前的队内测试中 全红禅的状态出现过一定起伏 作为搭档 陈雨昕也会帮助她排解压力 陈雨昕说 会告诉她现在心态可以放平一点 没必要那么着急 加油拼尽全力就好 陈雨昕坦言 第一次遇见全红禅 见到了自己曾经的影子 陈雨昕也在一次采访中提到 我们俩是良性的竞争 互相敦促和进步 才能使得自己水平提高 如果是只有我或者她一个人 很有可能原地踏步 甚至是退步 年龄稍长的陈雨昕 比全红禅更早地经历了 发育观的不稳定期 2020年 陈雨昕身高长了10厘米 生长发育期对于跳水运动员来说 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因为身高和体重的增加 会直接影响到 空中翻转的感觉和入水的效果 这也导致许多动作 陈雨昕都需要重新调整 从小就有着奥运梦的陈雨昕 第一次站上奥运跳台的她 觉得一切都有点不现实 谈到跳水对自己意味着什么时 陈雨昕说 跳水已经成了自己人生中 不可或缺的一环 她坦言非常感谢自己 没有放弃这条路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 分享 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 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